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长距破解篇第14集 现在有10个YouTube频道 那就是像这些英文秘籍啊 长室宝典这些 后来多加了一个长距破解 专门这边就是长距破解 另外一个给程度比较一般的 用最简单的方式 用表达这个英文啊 就是英文句子怎么讲最实用最简单 一看就会啊 这个简易表达篇 那我们看这一篇呢 长距破解 这一句呢96个字 这你可能会以为是可能两三个句子一段话 一段话我们叫做paragraph 所以那个一个单字叫word 一个句子叫sentence 当其中的这个一段话叫做这个不成句子叫叫叫这个phrase 所以从从那个最简单的一个字一个字母 那个alphabet开始到一个单字word到一个片语phrase到一个句子 period 好几个句子组成一段话叫做paragraph 然后再变成一个section一节一节再变一个chapter 第几章第一章最后再变成一个book 大概是这个程序 96个字一个句子96个字包括包脸符号 他是那个非常伟大伟人啊 德雷莎修女 他是阿尔巴尼亚人 所以他英文讲的不好 会讲讲的不好 不够好了 不是他母语嘛 所以他这个文章呢可能就是 这个有人帮他写啦或者帮他认识啦 也可能是他写的这搞不清楚 但是应该不是他一个人独立完成 因为他句子有些还这个结构蛮紧的 所以这个照理说应该是有人英文好的 帮他认识啦帮他写 他现在得到诺贝尔这个和平奖 他在这个在那个在瑞典 瑞典领奖的时候讲的 所以这个诺贝尔奖也很奇怪 只有和平奖跟那个另外一个什么奖 他不是文学奖 他不是在那个奥斯陆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跟其他那个其他化学奖 其他奖那个物理奖 地方不一样 96个诗很长 好我们念一下 保证头昏昏的 大家一看头昏了 As we have gathered here together To thank God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I think it will be beautiful But we pray the prayer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Which always surprises me very much We pray this prayer every day After Holy Communion Because it is very fitting for each one of us And I always wonder that 4500 years ago As St. Francis of Assisi Composed this prayer That they had the same difficulties That we have today As we compose this prayer The fear the fish Very nicely for us also 很长 非常长 怎么办呢 你自己也可以念一遍 你可以定格 你自己把它念一下 看得懂多少 所以英文长句很麻烦 可是其实也不难 因为外国人 就程度 当外国人也分了 程度不怎么样的 一般的 他看得也很吃力 要程度很好 程度很好 他看也不是不吃力 但他看得懂 就像我们看的中文 句子很长 那我们看也会有点吃力 但是我们看得懂 一般那个中文差一点 就可能看得很吃力 就他有些方法 他有些方法 那我们来把它破解一下 你自己先定格 你自己先看一下 你看得懂多少 好 那这边 好 我们把黑字改成蓝色的字 哇 蓝色字就不用管它了 只把前面黑色字改成蓝色字 好看一点 好彩色的 哇 其他的不是蓝色字一堆 他那个把句子变长 你看 96个字 一个句子 一个句96个字 他为什么可以写那么长 他有paypal啊 所以我说 可能不是德雷莎兄弟 他自己写的 可能是别人帮他代笔 帮他认识 英文的长句 基本的观念就是 把好几个短句 若干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七个八个 把它变成一个句子 这个意思 所以它里面其实动词很多 因为 比如说假如这个九个几个字 它是五个句子组成的 它至少五个动词 那更不要提 还有止句动词 所以我们看 我们先看 动词 因为我看过我们这个视频都知道 绿色的字是 主句的动词 主要动词 主要动词可能 不止一个 英文的一个句子 只能一个动词 不一定 用连接词等等的 不一定 黑色的字是 只句动词 次要动词 所以你看 我们总共几个动词 我们看看 黑的 绿的都算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个动词 一个句子里面 十二个动词 怎么看 就说杀了我吧 我放弃了 英文放弃了 我不看了 累死了 十二个动词 其中有三个 主要动词 九个 次要动词 就直句了 或者是其他的 什么片语 带出来的 那你看 那我们 最要重视的是 这个红字 因为这个 动词 绿色跟 黑色 只是说 我们做文法结构 做一个解析 真正重要是 红字 红字就是 关键词 它把句子变长 你看它用什么方法 用and 用as as 用as 用that 用which 还有这个标点符号 也是啊 它也有这种功能 这个一个破字号 用because 用and 用as 用that 两个that 用as 一共 它用几个呢 用一个 用两个as 三个 用三个as 然后用那个 and 用一个 然后that 很多 所以这个 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 that 再加一个because 所以这个 其实看这个 我们视频看了一下 十几集 就是我们发现 最常用 就是用that 这个字 可以把句子变长 还有用and or 或者as because 甚至标点符号 我们先看意思 先了解意思 再来解释比较好 as 正当 正当我们聚集在这里 聚集在一起 together 聚集在一起 然后我们谢谢上帝 因为他是你那个 诺贝尔 和平奖吗 这是他的感谢的支持 因为他这篇主要是在讲说 那个 人类不要杀身 不要杀身 这个不要堕胎 因为那个天主教嘛 基督教 反正宗教就反对 就认为不能杀身 认为会产生业力 不能杀 那个动物的话 你可以吃 但是也不要去杀 所以这个 筷子手啊 屠夫 他们认为业力很大 就聚在一起 我们谢谢上帝 给我这个 让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是瑞典人 他本来是发明火药的 赚了很多钱 后来就是 把他那个很多 大部分的遗产 作为一个基金 这个 给这个世界 各种研究东西 有 这个有成就的 诺贝尔奖 事实上这个水平最高 地位最高的一个奖 然后呢 我想到了 这个会非常是很漂亮的 非常美好的 就是我们 我们在念这个祷告 念这个 这是谁呢 圣方祭 圣方祭 圣人 不是圣人 我们这个 我们念圣方祭的 写的这个祈祷文 祷告文 这个 这个 这个祈祷文呢 常常让我有惊讶 惊喜的感觉 那我们在念这个 在念这个祈祷文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 我每天 在这个领圣餐 Holy Communion 就领圣餐 领圣餐 之后我们每天都要念这个祈祷文 到祈祷 这边呢 因为呢 它这个非常适合 fitting 非常适合 它这个祈祷文 现在还是适合 这个 还适用到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那我也一直呢 Don't wonder 我觉得很奇妙 这四到五百年以前呢 圣方祭呢 他是古人嘛 早就试了 做古了 整天了 四五百年前 他写的呢 compose 写这个 导告文呢 就是他在那个时候 有一些困难 就每个时代的背景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他面临到很多困难 那我们今天在念这个祈祷文的时候 也一样 也一样适用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句子 我们来解析它的结构 是怎么把句子变长的 as 它有两个 它词性很多啦 就是跟句子变长 有两个 一个就是关系代名词 这里不是 因为关系代名词 前面要有个东西 要个人啊 要个名词 人啊 事啊 物 那没有的话呢 它就是 它就叫做连接词 但连接词 我们前面很多集讲了很多了 它有对等的跟那个重属 这个是重属 重属去接子句 那连接词是包山包海 也可以接主句 可以接子句 可以接名词 但是重属连接词 像as这个东西 它只能接子句 关系代名词 也能接子句 所以这为什么 子句的动词 我们就用黑色 主句的动词用 绿色 这样子比较让我们有助于 解构 你本的话 九个动词 那你怎么分呢 我们把它分成 主要动词 跟子句的词要动词 比较好分 所以第一个 它用这个 重属连接词 as 可在别的地方 它可能就是关系代名词 就不一样 但是反正都是 都是接子句了 那这个重属连接词 它可以有动词 但动词就黑色了 我们聚集在这里 然后呢 它这个子句 到这个price 到Nobelprice Peaceprice这边 停掉了 所以前面这个子句 从as到price这边 然后这边才是开始动词 那个主词当时 i 那我主词没有标了 因为标的话 又有一个颜色 太复杂 大家昏倒 这主要动词 think 我认为 那这边省略掉一个 that 关系代 这个省略掉一个 那个 that i think 就是 也是重属连接词 所以that 也可以当重属连接词 也可以当关系代名词 省略掉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要写太长 就是i think 把that 省略掉 that 后面又是子句了 所以 这边 that 省略掉 有些那个 基本 这个基本功 这个文法基本功 比较弱一点 就奇怪 又有两个动词 不是 它省略掉 that 都可以省略掉 有时候 有些that 不能省 有时候可以省略掉 所以它后面 又有个动词子句 就是b 那你看 它为什么要省略 后面又有个that 这边又有个that 怕人家搞不清楚 所以前面 又把它省略掉 然后呢 我认为这是很美好的 那什么很美好的 that又是一个重属 连接词 后面跟子句 那我认为很美好呢 什么美好呢 we pray 因为它子句 后面又有个动词 祷告 又来了 这个像串葫芦一样 一串接一串 所以前面 第一个that 闪略掉 第二个that 出来了 那后面又加个which 这就是关系代名词 因为前面是人 人是无 那关系代名词 后面又可以是子句 子句有个动词 surprise 到这边结束 所以这边呢 真的 真的 这个组句很简单 I think 就两个字 这边写一大堆 用s来连接 用省略的that连接 用这个后面 一个that跟which 用四个东西连接 真正的重要 组织 I 动词 think 打完收工 可是他用这个技巧 把它弄得很长 然后呢 这边是poss号 poss号又是等于 连接词的意思 就等于对等连接词 就等于and or but 这些 那因为前面呢 它是接前面 I think 所以它这个也是 主要的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组句 它可以连接嘛 就等于and 你就把它当作and 就差不多 但是它到底是 连接as 连接 这边还是连接别人 你要看整个意思 要看整个意思 所以你意思要懂 所以意思在前面 文法在后面 你说意思不懂 文法 你很难去分析 文法是一个辅助手段 最重要是 它的意思 意思是主要的 如果你看得懂 也不需要文法了嘛 那文法就是说 外国人啊 学的时候啊 这个意思 这搞不懂 用文法来辅助他 那美国人看 他根本不管文法 我就看懂了 只要我们中文 还管他什么文法 所以这边呢 是第二个组句 主词是we 这动词 pray 这边是 然后呢 接下来又接一个 because because又是 重属连接词 重属连接词 所以这个有时候 我们一般 分不清楚 就是连接词 到底哪些是 主 这个 对等的 哪些是重属 这一般搞不清楚 反正我们前面讲过 对等的 可以接主句 and or but for yet 这些东西 那其他连接词 包括关系代名词 都只能接字句 用一个because 重属连接词 而且后面又是 黑色的字 黑色动词 然后又接一个连接词 那这个连接词呢 他就跟了 所以这边 because 这边用逗点 所以逗点常常 意义是什么 就是 讲完了 一段话插进来 前面一个逗点 后面一个逗点 插进一句话 你可以把它删掉 当然实际上不能删 因为他有讲 就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这边 we pray 什么样东西 and 连接词 这个对等连接词 所以我 我一直很 感到很惊讶 感到很神奇 所以他也是 他跟着前面的pring 所以你看 前面第一个主要动词 他什么接 跟第二个主要动词 接用那个 push号 用个dash dash 对等连接词 然后呢 又中间插一个 又迷惑你一下 然后呢 这个 再用一个and 对等连接词 接又是 一个主要动词 所以他有三个动词 那三个动词以后 然后呢 我很惊讶 四五百年前 圣方记 as 正当 这又是重属连接词 所以 所以我这样讲的 好像有点复杂 你听不是很懂 没关系 但是就是几个原则 你掌握住 太细的 如果你脑筋很清楚 这个文法观念 你强 听得懂 最好 那如果说 没有办法完全听懂 当然你也可以回放了 听两三次 反正我们这个 每一集都有讲 那慢慢你也会熟 所以到底 对等连接词 到底重属连接词 到底关系代名词 这些必须要了解 不然你没办法去 去分析它 可是你一下子不了解 没关系 慢慢去熟 这是必要的工具 如果你什么都记不住 那你没关系 你就记住红字就好 用这些红字 那你真的搞不清楚 哪些应该是 主要动词 绿色是 哪些是 黑色字也没关系 反正动词就对了 反正就是动词 重点就是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让你把 长的句子 可以写得出来 可以破解长的句子 所以最重要是 红色的字 所以正当 这个重属连接词 后面也可以 有一个动词 黑色的动词 又来一个 Display 这就是关系代名词 这就不是 重属连接词 因为前面有 人嘛 名词嘛 人事物 后面又接一个动词 黑色的 又来了 所以他就看 他很会用 that 又来一个 Difficulties 这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 关系代名词 前面都是名词 又一个动词 然后 as 这边 这边就是 重属连接词了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 第一个 as 它是 重属连接词 that 也是 也是 重属连接词 which 关系代名词 because 重属连接词 and 是 对等连接词 as 重属连接词 然后that 跟这两个 带都关系代名词 又来 又来一个 重属连接词 as 正当我们 继续祷告 我们今天 一样试用 四五百年前 他那个 祷告的时候 这个 有当时的 时代背景 我们现在 同样做 祷告的时候 也一样 我们现在 也试用 又是 pray that 关系代名词 三个关系代名词 所以他基本上 是这样子 现在十个 YouTube频道 十个 所以这篇 比较长 比较不好念 那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尽量把它解释清楚 但是它还是蛮难的 因为长期本来就难 但是没关系 你该看第二次 第三次 真的看不懂 就算了 放弃 那你接下来 在看别集的时候 你慢慢 看久了 你就会贯通 所以我们 在最后念一次 As we have gathered here together to thank God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I think it would be beautiful that we pray the prayer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which always surprises me very much We pray this prayer everyday after Holy Communion because it is very feeding for each one of us and I'd always wonder that four and five hundred years ago at St. Francis of Assisi composed this prayer that they had the same difficulties that we have today as we compose this prayer that feels every nicely for us also 是有点难 没关系 这个 这次不懂 下次再站 下次再搞清楚 慢慢就搞清楚 不怕 这集讲到这里